你们自己外面学道不说 你们还误导别人 俄乌开战的时候 你们在网上都说的是什么 希望这个大俄把小屋灭掉 男人都打死 女人你们收留 你们这帮畜生还是人吗 你们这些言论全世界都清楚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清楚你这些嘴脸的 人家看得起你们吗 叫你们这个族群走到全世界 被欢迎吗 不受欢迎 知道吗 都是因为有了你们这些变态 原本我们中国人是善良的 是有良知的 就是被你们这帮畜生搞坏了名声 走到全世界走到哪里都被人看不起 一听说是华人人家都不喜欢 都是被你们害的 原来这些找不到一个国家 人家的元首被枪杀了 举国上下欢腾 这有多邪恶才会这样啊 动不动抵制这个抵制那所有的厂 所有的外企全走了 失业了 没饭吃了 你的房贷要不要给 你的车袋要不要给 你家孩子病了你要不要给他看 这是你们这帮脑残 哪个哪个国家像你们这帮脑残 动不动堵住人家这个企业 堵住那个企业 抵制 全都抵制走了 这些外企业 你喝西北方 你看病 不用自己花钱吗 你可以能做到自己不用花钱吗 你少一三千 你看个病房让你住吧 一天到晚的 就在那里祸国殃民 你们这些东西 又在那里拉仇恨 你们你们懂什么叫良知吗 你们懂什么叫正义吗 你们懂黑白是非吗 你们不懂 扣帽子 进来就骂人 就是你们的本事 就像有时候我开破我进来 我话还没讲呢 我要举报你 你凭什么举报我呢 跟你有仇吗 你认识我吗 你了解我吗 你这帮傻逼 你了解我吗 你凭什么举报我呢 你们支持战争 支持别人侵略 你们这就是爱国吗 大俄就赢吗 他早就注定要输了 早就已经注定被肢解了 有一些无耻的人 就是为了说崇拜大俄 甚至有些女性 见到大地就排卵了 这种畜生东西 这种下贱的东西 他也被他爱国 我就想知道这样的人 他是出于正义 他是因为喜欢大地 崇拜大地 见到大地排卵 这种下贱的东西 他有识非观吗 漫山遍野 都是这种脑残 跟他妈的悲哀 真的是 还有些人 他就丢女人的脸 说什么 组织闺蜜 去前线 给大俄做这个未安妇 你缺德吧 要脸吧 就下践到什么程度了 就这些人 你让他有识非观 他不懂 我再说一遍 你愿意在我直播间 你愿意听你就听 你不愿意听你就浑 你不愿意听你就浑 你不要在我直播间 他在这给我打字 恶心我 你们下践 你没让别人下践的 就你们这种东西 永远不值得 同情 永远都是跪舔别人 跪舔强权 你们知道去同情别人吗 去同情弱小吗